而今天三大報的頭條一樣都是 長達24天的太陽花學運在昨天落幕了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回顧 這將近600小時的學運歷程 3月18號晚間6點 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在朝野混亂中 以30秒強行通過服貌 引爆了一群學生長久以來 對黑箱服貌協議的不滿情緒 當晚9點多上百人 衝入立法院的議場陣營主席臺 要求把國會還給人民 學生以議場內的椅子組成高牆 擋住了議場的八個門 警方無法進入 睡袋水等物資也陸續備妥 準備長期抗爭 第三天一早有花店老闆 送來了好幾箱的向日葵 這場學運因此被定調為 太陽花學運 總指揮陳薇廷20號提出了 三個訴求 要求隔日中午前 馬總統要出面回應 退回服貌 第二項 通過本會行政 通過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但行政院長張宜化則重申 服貌協議絕非黑箱作業 22號學運邁向第五天 行政院長張宜化 前往立法院外探視學生 但雙方並沒有達成共識 我們並沒有打算要退回服貌協議 共同邀請馬總統出面 最後請江院長回去行政院 隔天馬總統舉行的中外記者會 說明服貌協議 因為只開放了三個題位 引發媒體的抗議 也被認為毫無誠意 造成傍晚部分學生 重入鎮領行政院 二十四號凌晨 警方集結部署 以鎮暴水車搭配警力 強制驅離 雖然成功修復了行政院 但多位民眾被警盾警棒打傷 不少團體出面譴責國家暴力 因為時鐘得不到馬政府的正面回憶 學運小組發起的330 十萬人穿黑衫鎧道靜坐 結果活動當天 總統府前湧進了數十萬的群眾 捍衛民主 捍衛民主 僵局持續到四月六號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進入議場內探視學生 呼籲學生退場 並發表聲明表示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 完成立法前 不會召集黨團協商會議 隔天寧非凡宣布 將會退出議場 轉手圍攻 捍衛民主 我們會將議場 整理的整整齊齊 還給朝野的立委們 學生表示 長達二十四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 已經達成了兩岸協議監督法治化 等四項的訴求 未來會轉手圍攻 將學生運動的能量轉為全民運動 遍地開花 謝謝大家 記者綜合報導